近年来海外乔社的传承与鼓励乔青积极参与乔社事务为目前重要的课题 为了加强联系服务乔社青年与南湾文教中心的横向交流联系 借此深耕乔界青年族群增进乔青对台湾的认同进而投入乔务工作 12月19日南湾文教中心举办2018年金山湾区乔青座谈会 邀请具有领导才能热心乔务的乔青社团成员 以及今年回台参训的乔青学员出席 座谈会议如何加强青年对中华民国台湾的了解、认同与支持 如何提升青年参与乔社活动之意愿 如何鼓励青年走入主流 如何促进青年之间的联系互动四项议题、互相交流、广正意见 当天台北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南湾文教中心主任严树荣、副主任钟佩珍 乔务委员蔡秀美、陈松、林美莲、吕玉珍 北加州台湾工商会会长蔡瑞生、北加州台湾青商会会长吴浩正 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咨询导师何台光、毛小林、陈安东、邱佩芝 及乔社青年等超过百人出席 座谈会由处长马忠林主持 他说明目前乔社与乔青互动关系 鼓励青年积极参与乔社活动 也希望借由住处与文教中心达成搭建平台 培育年轻乔领传承乔社之目标 随后大家又进行意见交流 出席人员踊跃提出建言 青商代表陈文佩表示 湾区活动繁多建议整合讯息放在公开的平台上 如此会更方便大家获取资讯 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缺一个平台 知道所有目前它所有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我们举办的意义 跟它所要针对哪些议题其实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想要去请问 就是说我们将来会不会有可能可以建立一个平台 放大所有桥社所有社团的资讯在同一个地方 让所有的年轻人包含不论年纪 大家都可以同样access到这样的活动资讯 会中不论青商团体 海外青年文化志工 返台研习青年学员 或者是社团代表都踊跃发言 处长也一一详细回应 现场气氛温馨热烈 彼此也有更深的认识和交流 大家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引流念 座谈会顺利圆满画下句点